公眾呢 因為這些論壇大家都知道 它能夠改變選委投票意向的作用很小 但是呢 是會影響民意 如果你在論壇表現犯了一些明顯的錯誤 可能就會跟著 公眾對你的看法就會頑皮 反過來 如果你表現得令人意外地好 可能拿到別人好感 那你的評分就會高了 我不覺得昨晚這場是會對民意起到很大的影響 這邊 給這邊問 哪裏 你剛才提到林太的辭職論是講過了六位 其實你怎麼看他 如果主流民意 讓他做到特首 他會辭職 這個講法會不會影響中央對他的信心 會不會未選到之前就已經說 將來可能辭職 影響中央對他的信心 我想就過分了 我想就未至於這樣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選舉論壇始終就是論壇 你去到對著鏡頭 大家唇槍蝕劍 即時反應是多過真是深思熟慮的一些意見 但是他那句說話說的時候 就是他原來的 他本人的一些弱點 是沒有避免到 即是沒有壓抑到出來 即他出來一個論壇 他來到立法會 在立法會跟議員辯論 我都有這種感覺 當時我坐在立法會主席的位置時 你可以說他的強項 辯論他都可以打得到的 即他不會說因為你說什麼挑戰他 他就退縮 他砌回你轉頭 即會還擊 他在辯論當中是個進攻型 但是這個也會是個弱項 因為他們有某些位置 就算你壓倒對方 你講到一些東西出來 覺得我是很有氣勢 聽的人未必是有好感的 即是他可能他 我留意當時他講 辭職都只做一集的 他想不到一個更好的說法 第一他已經上了那條路了 即是如果什麼市民主流意見是怎樣呢 那個觀眾是問他 對於主流民意會不會尊重 所以他就斬釘字鐵 一定要尊重 百分百 然後他就想加強那個效果呢 他就用這件事 即是大家認為什麼 我做不到下去的 我就怎樣呢 他停一停 但你走不掉了 你就說辭職 這個是其實可以避免 我覺得 周先生 但是他講了這句說話就是講了 政治上 即是如果他將來當選的話 這句說話會不會成為 即是他們以後管治上一個很大困難 即是如果有些市民就會說 其實主流民意都是不認同你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理合你的承諾來辭職呢 我就覺得這個 即是這個危機出現的機會很小 因為什麼叫主流民意呢 是不是 即是 我想講一句公道說話啦 林鄭如果她當選為行政長官 社會上是會有反對意見肯定的 但是也都會有相當的支持的意見 不只是在這個轉位當中 在社會上的市民當中 也都不是全部一面倒是反對林鄭做的 所以你說主流民意去到一個地步 就算你很多人在大家一起喊 好像早幾年那樣 喊足這麼多年 叫某某某下台 叫林鄭下台 不等於大家去度出結論主流民意就要她辭職 所以這個 我認為那個後果都未至於去到這麼嚴重的